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一处观光景点,以海鸥时常聚集而闻名,一对来到此处游弃的妇女当想与海鸥合照,竟以食物幼肢再强抓海鸥入境,整个过程都被旁人拍摄下来,报警处理。 综合外媒报道。 据悉海耿大坝自本月14日起已发生至少5起抓鸟合影事件,当地政府聘行保全公司每天派出50名巡逻人员,70名拍摄队员与卖欧两个工人共同监督游客行为。 昆明市警方也强调,若游客对海鸥进行非法猎捕,警方将给予罚还清洁重大者则恐面临行则。